抗业法被消不得 经济部出来地步 顶着大太阳手拿诉求标语 民间团体10号前往经济部 抗议未经过环评审议 3月就核准 雅尼开采新城山矿场 展延20年许可 严重影响当地居民 眼看立法院本会期即将结束 抗业法修正案却未受重视 民间团体气得跳脚 警告我们的民进党政府 我们的抗业法今天会修成这个样子 是你们在2003年 你们的92年 你们执政的时候 你们政院版的版本 现在的矿业法31条 居然帮着我们的经济部 去架空其他主管机关的法规 让他们在实物上 不敢进自己的权责 不敢去划设保护区 不敢去划设这些敏感区 因为一旦可能涉及说 要让矿权退场 他们就必须要去进行补偿 当地居民也特地来台北 拿着土地所有权状出面指控 自己的土地归不得 还得看人脸色 抗议口号喊了又喊 经济部官员赶紧出面 当场回应修法进度 这个会期是5月底完 会结束 那我们的期程是6月 6月底要送到行政院 6月底要送到行政院 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进度 还有程序来进行的 官员出面 但也证实无法敢在立院 本会期结束前 进入矿业法修法程序 经济日报蒋超成台北报导